第09章,他就是腾青山。 秦为老兄,马兄弟,这家客栈环境很不错,价格也不算贵。 老张将腾青山几人带到一家客栈门口,随后老张对着客栈内喊一声,周老头。 顿时带着皮帽子的老者跑出来,笑道,哎呦,张老爷回来了。 老张笑骂道,你喊我老爷,我可受不起。 这几个可都是我朋友,我帮你带生意,你稍微赚一点就成了。 没问题吧? 行,他们在我这吃饭住宿,一律七折。 那周姓老者笑着说道,腾青山他们在那客栈门口的时候,此刻,接到对面一家酒楼三楼毫舍包间内。 一身黑色华贵球衣略微偏胖,皮肤白皙的男子正圈着腿坐在椅子上,身体却倚靠着一侧墙壁,在他身前的方桌上摆放着韭菜。 他一手端着酒杯,时而透过窗户朝下面看去,悠闲地喝着酒,偶尔吃菜。 此人,正是当年,那位买下花魁的裴三。 在方桌另外两边,分别坐着一个铁塔式的有黑壮汉,以及一名穿着白色弧球的美貌少女。 咦? 陪三惊疑地看向街道上。 此刻,街道上的腾青山正吩咐殿小二,同时也去捡那两个装着茶砖地箱子。 我都差点看走眼。 陪三连招手道,杜鹃,你们俩过来看看,下面是谁? 这孟杜鹃和护卫铁塔都透过窗户朝下面看。 老爷,下面没认识的人啊。 铁塔不解道。 孟杜鹃仔细看看,也摇头道。 老爷,没看到熟悉地人。 盯着那个,一手拿着一个大箱子的男的,腰间挂着弯刀的,看装束像幽艳人的那个。 看到了吗? 陪三笑道。 看到了,可这人,我们没见过呀。 铁塔纳闷道。 孟杜鹃仔细观察许久,直至腾青山进入客栈内,他才皱着眉头,摇头道,不认识。 哈哈,这腾青山的伪装本事,真是了得。 陪三赞叹一声,老爷,你的意思是铁塔眼睛瞪得滚圆。 孟杜鹃也不敢相信。 不对,那人根本不可能是腾青山,完全不一样,身高不同,样子不同,连气质都不同,怎么是一个人。 在孟杜鹃看来,一个人的气质是很难改变的。 即使被指出来,他依旧不敢相信。 他就是腾青山。 陪三却姓吴。 哈哈,也不怪你们认不出。 陪三淡笑着喝了一杯酒,才到,我乍一看,也没认出。 这么多年来,只要我看过一次,记住的,就是戴上人皮面具,我都能一眼认出。 不过这腾青山,我刚才看到,只是感到熟悉。 后来,仔细一遍吸,发现,在那两个货箱中,其中一个货箱内存放着衣箱。 这衣箱的隔板内,是空的,立面平放着斧头,和两节枪杆。 发现这兵器,我才判定他的身份。 陪三惊叹不已,若是没有那两件兵器,连我也认不出啊。 这伪装本领,真是够厉害的。 孟杜鹃和铁塔相识一眼,他们很清楚,他们的老爷实力何等可怕。 竟然连他们老爷都无法一眼认出,还要靠发现兵器来确定身份。 这伪装本领,的确令人惊惧。 放眼整个九州,能辨认出腾青山的,屈指可数。 陪三淡笑道,而且,这几人过去都没见过腾青山。 即使现在见到这腾青山,根本想不到。 所以,也不会特意去查看腾青山的衣箱。 所以,除非兵器被发现,否则,腾青山没可能暴露。 陪三说道,铁塔和孟杜鹃也点头。 根据查探,青湖岛死了过万军士,死了十二名执法长老。 其他各大宗派,也死了不少先天强者。 孟杜鹃笑着赞叹道,这腾青山真是够厉害的。 好过些日子才十八岁吧,现在行走天下,青湖岛也查不到他。 陪三透过窗户看着下方,腾青山,他现在就达到先天时代。 进步速度,出乎我的意料。 我也越来越期待他了。 陪三随即叹息一声,可惜,他出生太晚了。 叹息声回荡在房间内。 听到这声音,都令人心中不由自主地悲凉。 铁塔看看陪三脸色,便低声道, 老爷,师叔已经攻击过逍遥宫,估计已经在等老爷你了。 我们去和师叔会合吧。 嗯…… 陪三点头,起身。 当即,孟杜娟,铁塔二人跟随陪三,离开了这座客栈。 腾青山所居住的客栈内。 砰,砰。 两个箱子放在地面上,腾青山迅速地关上房间窗户,房门。 随后取出其中一个箱子中的衣箱, 而后将衣箱放在被窝中。 开山神府,轮回枪。 如果被人发现,那才麻烦。 腾青山很小心。 这存放茶砖的货箱,对腾青山而言,只是伪装身份用的罢了。 那衣箱,从外表看,或者从里面看,都没特殊。 可一旦有人敲掉隔板铁皮, 就会发现,下面一层放着两节枪杆, 开山神府。 嗯,明天找个商行,混进商队,去宇州。 腾青山暗道。 这路途,是从扬州一路西北,经过青州、宇州,再到燕州。 之后进入大草原,一路向北,抵达最北岸。 在北海中漂泊十余万里, 才能抵达最终目的地,北海大陆。 这北海大陆,腾青山必须去。 一是,自己强大神,是可以达到先天金丹。 可是踏入虚境,就不是单纯养神就行了。 达到虚境,才能在整个九州大地,有话语权。 二,也是遵守给宇皇的承诺。 必须承认,宇皇这一招很厉害。 虚境,足以吸引武者赶到北海大陆。 待得到了晚上,腾青山准备下楼去吃完饭。 只呀!腾青山打开房门,走到走廊上。 小赫!腾青山笑着喊道,在腾青山旁边一个房间,房门大开着,小赫和他娘就住在这。 此刻小赫正挥披着木棍。 秦大叔!小赫立即喊道,这批刀,不但要每天练,还要动脑子,知道吗? 腾青山笑道,比如说,怎么样才能批得最快? 你要逐步纠正你的姿势,比如站的姿势,双手批刀和单手批刀又不同。 你需要不断地琢磨,直至找到最适合你的姿势。 那样,出刀才最快,明白吗? 哦! 小赫瞪着大眼睛,若有所思,他一个小孩子,只会死板地每天挥披木棍,完成他师父教给他的任务。 可这样,进步太缓慢。 记住,学会动脑。 腾青山笑道,看来,秦渭兄,也是个高手啊。 这时候,那马景笑从另外一个房间走出来。 腾青山无奈一笑,我算什么高手,虽然会点小聪明,可是天赋一般。 练了二三十年,也就这样。 贩卖点茶砖,这次狠狠赚一笔,至少以后,我那一大家子都不愁吃喝。 我也可以好好教导我那小崽子,至少,他得比他爹我强。 羡慕秦渭兄你啊,有子女可以教。 马景笑感叹一声,马兄弟,我们一起去吃完饭吧。 小赫,你也歇息一下。 腾青山开口道,我刚才去外面一趟,已经吃过了。 马景笑笑着说道,说着,马景笑便步入了小赫的房间,腾青山也一同走了进去。 知呀!马景笑关闭上房门。 腾青山惊讶看了马景笑一眼,关房门干什么? 小赫!马景笑看了一眼孩童。 师父! 小赫立即挺起胸膛,站得笔直。 马景笑笑着摸了一笑小赫的脑袋,这令小赫有些受宠若惊,他师父是很严厉的。 或许在饭菜食物上供应得很好,可平常很少有如此宠溺的动作。 小赫,刚才你秦大叔说得很对。 不管是练刀还是练剑,必须懂得用脑子思考。 那些整天照搬前人刀法剑法的,大多都很平庸。 而学会思考,就可以少走弯路。 马景笑露出一丝笑容, 小赫,你毅力不错,天赋也可以。 若懂得思考改变,并且能刻苦修炼, 带得你成年,必有所成就。 不过师父,还有要事去办。 马景笑从怀里取出一本秘籍,递给小赫他娘。 谭夫人,这本秘籍内包容万象。 如果我办完事后,我能回来,我会亲自教小赫。 可如果,我回不来了,你就先让小赫识文断字。 然后,让他自己看这本秘籍。 师父,你,你要离开小赫了。 那谭赫金的脸抱住他师父的腿。 哈儿,他母亲连拉住谭赫。 小赫,别婆婆妈妈的。 马景笑低贺一声,严厉道,师父有自己的事。 不能总跟着你,谭夫人,秘籍里面,夹着银票。 如果省着点用,几十年也够用了。 谭夫人娘俩,眼睛都有些泛红。 他们都意识到,他们的恩人马景笑,要出去做一件很危险的事。 师父,才七八岁的谭赫,砰的一声跪了下来。 而后连续三个响头。 额头都磕得红肿,谭赫抬头看着他师父,眼中满是雾水。 师父,我其他亲人都死了,只剩下师父还有娘了。 师父,这武功,你一定要回来教我。 你不在,我学不好的。 马景笑心底一酸,却硬是说道,坚强点,别哭。 随后,马景笑直接打开房门,离开了。 呜呜,谭赫忍不住低声哭起来。 腾青山见状,心中暗叹,随即摸了摸谭赫的脑袋,轻声道。 小赫,你放心,你师父他肯定会回来教你的。 嗯,肯定会。 小赫也连点头。 第十章,夜探府邸。 晚上,客栈腾青山所在屋内。 屋门紧闭,屋内一片漆黑,就在这漆黑一片的屋内。 一身黑衣的腾青山正闭着眼,一朝一世,练习着行义三体式。 在屋内狭小的空间中,腾青山没规律地在屋内各个狭小空间练习着。 时而出脚距离大,时而出脚距离小。 出拳快慢不等。 可是,有着一股特殊的协调感,犹如行云流水。 三体式是腾青山每天晚上必修的。 那家拳,修炼到腾青山这样的境界,五行拳用处都不算大了。 唯有这看似简单至极的三体式,却让腾青山感觉到阴阳相继,浑然一体的意境。 突然,腾青山睁开眼睛,迅速地来到窗户前,透过窗户纸张上的洞孔,轻易看到一道模糊人影跃到远处。 这马景笑,终于出发了。 腾青山脸上蒙上黑布,同时打开窗户,施展开天涯形,便化作一道幻影,连续闪动两次,便离开客栈范围。 论速度,隐秘程度,明显要比马景笑高上一大截。 马景笑,腾青山一前一后,飞檐走壁。 不过腾青山动作不发出丝毫声响,马景笑也根本没察觉。 现在还未到深夜,整个郡城街道上还很热闹,一个个灯笼,映照的街道很亮。 腾青山,马景笑二人,从阴影处,迅速地朝北边前进。 很快,离开繁华处,抵达一片富豪,大人物,采买得起的府邸区域,一座座豪舌府邸,靠近在一起。 这马景笑,到底要去哪? 腾青山心底疑惑。 这些天跟着马景笑接触,腾青山也觉得这马景笑为人很不错,从不摆架子,对他徒弟弹劾更是重视。 而今天傍晚,马景笑和徒弟说的那番话,引起腾青山注意。 显然,马景笑要办大事,估计还有生命之危。 能出手,就帮一次。 哦,看来是前面那家了。 腾青山看到那马景笑,跳进一家府邸院落内,也连悄然跟上。 这府邸占地极广,甲山,花草植物也遍布各处。 在府邸内,还有不少护卫拎着灯笼在巡逻。 嗯,这些护卫,是逍遥宫的神卫军。 腾青山瞬间判定这些巡逻护卫身份,九州大帝八大宗派的精英军队装束,大家也都知道。 绝大多数宗派精英军队都是黑色重甲装束,只是,有一些小区别。 如神卫军,神卫军军士的重甲,最显眼的就是肩甲位置上有剑形纹痕。 能让逍遥宫的神卫军担任府邸护卫。 这府邸的主人,地位不地。 腾青山心中私存着,脚下却是悄然跟随马锦啸,不断朝府邸深处前去,置于所谓的神卫军。 连先天金丹强者都无法发现腾青山动静,更别说这些所谓的精英护卫了。 一座假山处。 呼! 腾青山悄然躲在假山后。 马锦啸在干什么? 站在那,不动啊。 腾青山瞥了一眼远处,马锦啸正躲在前面另外一座假山后,不断看着前方宅子的大厅。 远方大厅中,光亮一片。 里面也是爽朗笑声不断,正有不少人在喝酒聚餐,也有侍女经常捧着佳肴美食送进大厅中去。 看来,这马锦啸的目标应该在大厅内。 腾青山悠闲地努力听着大厅中声音。 各位兄弟能住在我家,我老乔高兴得很啊。 我这宅子,地方不小,就使人少了些。 各位长老,护法,还有二师兄,你们可得多住一段时间。 那哈哈笑声响起。 在厅内,正有六人围着一方形桌子,桌面是光滑的青柳石切割,打磨而成。 桌上装着菜肴的盘子都非常精美。 每一双筷子都是工匠精心雕刻而成。 一壶壶美酒也都摆放在一旁。 这六人吃喝得显然很开心。 六师弟! 你在虎岳郡城内,住得的确是舒服啊。 一位有着两条白眉的中年男子笑道, 像我们,常年住在山上,可没你这么潇洒。 可不是,在逍遥宫内,美酒能弄到鲜。 可这精美的食物就没有了。 宫内,可不会为了我们这些长老护法, 专门请一群人来做菜。 旁边一位金兽白袍中年人笑道, 别开我玩笑了。 那位肥头大耳的中年人,哈哈笑道, 我到现在,也就一个都统, 也经常四处奔波, 哪想各位兄弟能待在宫内。 特别是二师兄, 当初我们九个师兄弟中, 二师兄可是最厉害,达到先天之境。 二师兄,我的孙儿, 今年十一岁,他现在学的基础的剑法, 内劲,不过表现很不错, 比我儿子,比我,当年都要强。 二师兄,你将我孙儿,收到你那一只去吧。 那白眉男子听了笑道, 你说,小安安? 嗯,那孩子很有悟性。 这样吧,等这阵风波过去, 我回宫的时候,将他调到我那一只。 我会经常教导他的,至少,小安安, 得比你这懒货要强。 肥头大耳中黏人黑黑一笑, 我也就这懒性子。 司空长老, 在座的一位银发老者皱眉道, 你说这场风波, 什么时候能过去? 白眉男子一听, 也沉默下来。 真不知道那头神鹰, 为什么硬是要攻击我们逍遥宫? 搞得人心惶惶。 现在, 逼得宫内那么多人, 都不得不下山。 金兽白袍男子不满地说道, 肥头大耳中年人郑重道, 这种神兽, 跟人一样聪明, 不会无缘无故攻击我们逍遥宫才对。 我们逍遥宫, 什么时候得罪了这头神兽? 别管了。 白眉男子皱眉低喝一声, 这头神兽数次挑衅我逍遥宫, 老公主, 她一定会解决此事。 听到老公主三字, 在座的其他五人也都点头。 其实逍遥宫很惨, 被一头神鹰逼迫的, 让宫内绝大多数人都离开逍遥宫, 暂时住在旁边的郡城内。 因为, 之前那雷电神鹰三次喷出雷电, 都令逍遥宫死去不少人。 面对雷电神鹰的雷电, 连先天强者也扛不住, 只能先退。 所以, 这些护法, 长老, 包括执法长老们, 只能暂时居住在那些在郡城内有住处的同门家里。 因为听门大开, 以滕青山听力, 也勉强听到部分对话。 则则, 逍遥宫还真挺惨的。 滕青山心中暗笑, 看来, 是那雷电神鹰逼迫的, 另不少高手都居住在郡城内。 所以, 神卫军也会分散地保护一座座府邸。 滕青山看了一眼不远处的马锦啸, 马锦啸正静静守候着, 好似一头狩猎的野兽。 过了很久, 终于, 随着一些爽朗笑声, 那聚集在一起的六人也在大厅门口分散开。 哈哈, 董老爹, 看你走路都晃了, 要不要我差你回去啊? 府邸主人, 肥头大耳的中年人笑着喊着, 目视着其他五人们都一一回个自住处, 之后, 才吩咐到, 将这些全部撤掉, 弄干净。 吩咐下去, 明天早晨宴席, 依旧是最高品级来做。 是, 老爷。 两名侍女连去收拾, 而这位老爷, 得意地哼着小曲朝自己住处走去。 呼, 呼。 马锦绍悄然跟踪过去, 滕青山则是悄然跟踪着马锦绍, 昏暗的一条走廊上, 那肥头大耳中年人心情很好, 摇头晃脑地走着, 二师兄难得来我这, 泽泽, 他可是直发长老, 这次机会难得呀, 可得伺候好了。 嗯, 今晚去哪一方呢? 那新来的小妖精太狠, 还是找。 脑袋里还在响着女人, 他突然觉得喉咙一疼。 砰。 走廊旁的一间房间被撞开, 这肥头大耳中年人被掐着喉咙 抵进了这间房内, 只听得吱压一声, 房门被带着关闭上了。 你, 你是谁? 这中年人感觉喉咙一松, 就立即开口。 他不敢喊, 能一招就制服他这个后天巅峰高手, 来人实力, 恐怕地榜排名前十的人物, 都无法比拟。 或许, 可能是先天高手。 看清楚我的样子。 来人手一晃, 一根火折子亮起, 随后点燃一根蜡烛。 我不认识你, 这肥胖中年人眉头一皱。 你是不是抓错人了? 作为神卫军的一名都统, 他很清楚眼前的情势。 乔中? 马锦绍盯着肥胖中年人, 你千万别说, 你不是乔中。 肥胖中年人一正? 对, 我是乔中, 神卫军的都统乔中。 肥胖中年人回答道, 哦, 你已经升官, 成为都统了。 马锦绍冷笑着说道, 我早就是都统了, 已经十几年的事了。 肥胖中年人不解地看着马锦绍, 我根本不认识你, 不知道, 我哪里得罪英雄你了? 你可否说清楚? 此刻在屋顶上, 腾青山耳朵正贴着屋顶, 仔细听着。 啊, 很低沉的惨叫声从屋内传来。 嗯? 难道这马锦笑杀了那乔中? 腾青山能判断, 那惨叫声应该是被捂住嘴巴, 所以声音很小。 忽然, 从屋内又传来很低的声音。 乔中, 现在我废了你的武功, 你不需要说话, 只要听着就行, 你会知道, 我为什么会来找你。 那声音显得很是森浪。 第十一章, 你是谁? 昏暗的屋内, 一只蜡烛微弱的烛光, 勉强映照着这屋子。 乔中正瘫坐在地上, 两条腿两条手都无力搭拉着, 他的额头都是一颗颗汗珠, 脸色猙獰, 盯着眼前的马锦笑。 他没想到, 眼前人如此心狠手辣, 竟然直接废掉自己武功, 同时还捏断了自己的双腿, 双手。 他完全被毁了。 很恨我。 马锦笑冷笑道, 嘴巴被堵住的乔中, 鼻子中发出一声不甘的哼声, 目光似乎要将眼前的凶手撕碎。 乔中, 你可记得, 二十一年前, 你还是一个百夫长的时候, 曾经路过逍遥山北边数十里外, 一个叫马家庄的庄子。 马锦笑盯着乔中, 不放过乔中任何一个表情, 一个眼神。 此刻乔中的仇恨, 都令马锦笑心底痛快, 解恨。 嗯嗯, 乔中死命摇头, 不知道, 看来你做的恶事太多, 多到你都忘记了。 马锦笑冷笑道, 你乔中, 如今有十九房女人, 其中, 第六房女人, 姓马。 对不对, 那乔中一下子瞪大了眼睛, 他叫马巧, 当年被你从马家庄卤过来, 成为你的一个小妾, 不过, 这马巧对你很仇恨, 再成为你小妾的第三天, 就被你活活打死了, 对不对? 马锦笑面荣誉加冰冷, 乔中急切地要说话, 不用说, 我知道, 这马巧是要下毒, 毒杀你。 马锦笑吃笑道, 所以, 你才杀他。 可是, 他为什么要毒杀你? 他一个弱女子, 为什么要杀你这个逍遥弓神卫军百夫长? 马锦笑怒急压低声音吼道, 那是因为, 你杀了他男人, 你杀了他爹娘, 你杀了他的叔叔, 伯伯, 整整三十八条人命, 就因为他们阻拦你, 你抢一个有夫之妇, 整整三十八条人命啊。 乔中此刻没再辩解了, 眼前人明显知道得很详细, 不过就是在强盗帮派眼里, 屠戮一个村庄都不算什么。 他神卫军百夫长, 随便杀一些人, 他过去根本没在意。 三十八条人命, 而这个马家庄, 其他族人被你们杀怕了, 根本不敢拦了。 马锦绍面色争鸣, 幸好, 我那天不在家, 那天, 我们护卫队保护庄子的人, 去城内购买年货。 我没死, 我家, 只剩下我一个。 乔中听得瞪大眼睛, 眼中满是惊恐。 听清楚了, 马巧, 是我姐姐, 马庆娘, 是我爹, 柳明花, 是我娘。 马锦绍盯着桥钟, 低吼道, 而我, 叫马锦绍。 那桥钟听得身体都发颤, 他后悔啊, 他恨啊。 如果知道这马家庄, 有这么一个小崽子, 会有这么狠, 他当年绝对会斩草出根。 马锦绍拔出了手中的战刀, 放心, 我不会砍你太多刀的。 三十八条人命, 包括我姐姐, 三十九条人命, 我会给你三十九刀, 每一刀, 我会很慢的。 说着, 马锦绍一伸手, 猛地点在桥钟的颈部。 破! 桥钟喉咙一颤, 第一刀, 会是你的舌头。 马锦绍将那塞在桥钟, 嘴里的布拿出来, 刚才那一指, 已经直接点破颈部的药学, 此刻, 桥钟已经失声了。 别怕, 我会很慢的。 马锦绍抚摸着手中的战刀, 我这刀, 是东海海外群岛中的密友岛上得到的。 我为了能够杀你, 我拜师东海群岛中, 二十年苦修。 没想到, 我资质还不错, 能够达到先天虚担。 本来以为杀你会很轻松。 谁想到, 你逍遥宫那么多人, 都下了逍遥山, 住在郡城内了。 你府邸内, 就有不少护法。 长老, 你周围其他府邸, 也有诸多高手, 包括先天强者。 我知道, 一不小心, 被发现, 很可能就丧命。 不过, 我等不及了。 我根本不知道, 你们逍遥宫的胆小鬼们, 什么时候才会逍遥宫? 所以, 我今天就出手了。 二十一年了, 爹娘姐姐, 书拜她们, 都等得很急了。 马景笑轻轻地挥出手中战刀, 好似杀猪仔牛一样, 在这桥中身上进行报复。 屋顶上, 腾青山隐隐约约听到, 拿桥中微弱的剧痛喘息声, 以及马景笑的自言自语。 二十一年, 这马景笑被仇恨压抑了二十一年。 腾青山暗自叹息, 按照心理学角度, 被仇恨压抑二十一年, 常人恐怕都会崩溃了。 如果不崩溃, 那心理将会很扭曲, 成为杀人狂魔都不奇怪。 不过马景笑, 自制力显然不错。 至少, 他仅仅杀桥中一人, 没灭其全家。 这府邸周围, 应该没什么厉害高手。 否则, 单单马景笑说话的低声, 或者是那桥中之前的哼声, 应该就被听到了。 腾青山如此判断, 如果以他的六十, 即使是在府邸的角落, 也绝对会察觉此处动静。 忽然, 趴在屋顶上的腾青山, 撇向远处。 我还真乌鸦嘴。 腾青山摇头, 只见远处的白眉中年人, 正疑惑地朝着靠近过来。 不过他并没说话, 而是悄然来到走廊上。 腾青山悄然地揭开屋顶的一片瓦, 朝下面看去。 砰, 房门被踹开。 原本屋内正在发泄仇恨, 一刀刀切割桥中身上肉的马景笑, 大吃一惊。 六十弟! 门口的白眉男子, 见到眼前血腥一幕, 不由惊怒。 我! 那眼镜已经瞎了的桥中听到声音, 立即激动地努力发出呼气声。 他知道, 他的二师兄来了。 即使他死了, 也有人能为他报仇。 才二十六刀, 算你走运。 马景笑手中颤刀一挥, 直接刺入桥中的心窝。 扑吃! 鲜血飞剑! 受死! 白眉男子愤怒地咆哮一声, 手中长剑亮起了银色剑芒, 身形一动, 便化作一道残影杀向马景笑。 不必送了。 马景笑吃笑一声, 同时也猛地撞向旁边的窗户。 白眉男子脸上如同附着一层冰霜, 身形一转便追去。 可原本欲要逃窜的马景笑, 却诡异地一个突然转身, 来了一个回马枪。 他手中的战刀也浮现着黑色的刀芒, 化作连续的刀影, 披向白眉男子。 刀影极快! 刀法是不错, 白眉男子声音还在屋内回响着。 枪! 枪! 连续的两道撞击声, 马景笑一声低哼, 便被震得狠狠撞击在后面墙壁上。 轰的一声, 墙壁都轰然倒塌, 碎裂砖石乱飞, 那屋顶上的瓦片、 房梁也跌落下来。 如此大的动静, 令周围很多人都围过来。 快! 东北边, 快过去! 大量巡逻的神卫军军士迅速赶过来。 怎么回事? 怎么了? 师弟, 快, 过去! 一群护法, 长老等人也迅速地朝这边赶。 哼, 仙殿虚丹也敢嚣张, 不知死活。 那白眉男子身形如闪电, 在砖石乱飞的同时便同时冲去, 身上的光运撞飞了砖石。 手中发出银色剑芒的利剑, 只是一闪, 便到了那重伤的马锦啸身前。 虎口被震得裂开的马锦啸, 根本来不及阻拦。 好快! 马锦啸只感觉眼前一花, 那银色剑芒便充斥视野范围, 他面色猙獰, 怒吼一声, 爆发所有能力, 竟然将手中战刀荡成飞刀, 猛地投掷过去。 徒劳地挣扎! 白眉男子也不敢任凭这一刀刺在自己身上, 只是很简单地, 常见一转隔开这一战刀, 接着便刺向马锦啸的喉咙。 爹, 娘, 姐, 叔, 大伯, 你们的仇, 锦啸已经报了, 死而无憾了, 二十一年背负着仇恨, 一招解脱, 马锦啸面对死亡也很坦然, 忽然他脑海中浮现那个在强盗土匪面前都挡在母亲身前的孩童, 小赫, 师父是想教你, 可惜, 以后只能靠你自己了。 枪! 清脆的声响响起, 白眉男子只感到一道幻影射在自己的剑刃上, 力道之大, 令自己都无法控制住长剑, 他大吃一惊, 只见一名蒙面的黑衣人闪电般出现, 猛地踢了地面上马锦啸一脚, 将马锦啸踢得飞起来, 快走。 马锦啸人在半空, 这才反应过来, 一死一生, 令马锦啸心神激荡。 谢救命之安! 马锦啸一落地, 立即感激地拱手喊一声, 而后立即跃起逃脱。 见马锦啸逃脱, 白眉男子心中更加恼怒, 手中的利剑银色光芒大涨, 好似一道贱木覆盖向欲要逃跑的黑衣人, 令黑衣人无处可逃。 贱木引起的强烈气韧, 更是将周围地面都离出了道道深沟。 哼! 见被贱木拦截住的黑衣人, 一声怒哼, 一拳直接轰向那银色巨型贱木。 砰! 拳头轰散了贱木, 又砸在白眉男子胸前, 先天真元光照上, 白眉男子整个人犹如一颗流星, 狠狠抛飞过去, 撞碎一面面墙壁, 连撞碎四面墙壁, 他才狼狈无力地摔在地面上, 白眉男子艰难地咳嗽出一口鲜血, 抬头看去。 黑衣人已经飞跃而起, 此刻才感到的神卫君根本来不及阻拦。 你是谁? 白眉男子不甘地吼一声, 不自量力。 冷力的声音还在回荡着, 那蒙面黑衣人已经消失在黑夜中。 第十二章, 满城搜索。 黑夜中, 周围有不少府邸都喧哗起来了。 黑夜蒙面的滕青山, 眉头一皱, 逍遥宫估计不少执法长老都待在周围一片躯欲。 滕青山连身体力量也爆发开, 速度立即再度飙升, 化作模糊的幻影。 休逃! 一声怒喝。 一名紫袍男子化作一道紫色幻影, 追向滕青山。 紫色幻影, 黑色幻影, 以后一前, 追逐起来。 不过仅仅两个呼吸时间, 黑色幻影一闪, 便消失不见。 紫袍男子停下, 他的眉心有着一颗红质, 四处一看, 这人跑得倒是快, 看起速度, 比我也就略微慢一点。 很可能是先天金丹高手。 没寻找到滕青山, 紫袍男子也转头迅速离去。 桥中府底内, 数十名长老以及十余名执法长老聚集在这。 四公长老, 没事吧? 那些执法长老有些担心。 嗨嗨, 我没事, 休养十天半月即可。 白眉男子脸色苍白, 摇头道, 那黑衣蒙面人, 实力远超于我。 不过, 他没有杀我之心, 否则拳头只要加一点力, 我就死了。 他, 只是为了救那个杀死我六师弟的凶手, 才出手的。 白眉男子, 说话有气无力, 显然伤得不轻。 一名黑袍老者皱眉道, 敢惹我逍遥宫, 绝不能轻易放过。 师叔, 那眉心有着红质的紫袍男子摇头道, 这事就算了吧, 刚才那黑衣蒙面人, 我也追过, 不过让他给逃掉了, 他的速度比我略慢, 司空也说, 那黑衣蒙面人实力远超他, 我看, 那人应该是先天精丹, 不一定是先天精丹。 黑袍老者摇头道, 师侄, 你的轻功本不擅长, 他比你还慢, 我估计是擅长轻功的先天实弹。 而且他一拳击败司空, 这天下间, 用拳的先天强者本来就少, 而感受我们逍遥宫的, 更是少之右手。 这突然冒出来一个, 我倒是想起一人, 旁边顿时有人惊呼道, 腾青山? 对, 黑袍老者点头肃穆道, 这腾青山擅长枪法, 拳法, 而且在大岩山, 能将诸多先天强者玩弄掌心, 最后令各大宗派死伤惨重。 我猜测, 他的轻功肯定也很好, 而且, 他也曾一招杀死雪茵, 交铁救。 对, 对, 那重伤的白眉男子连道, 之前, 他救下那凶手, 用的就是暗器, 震飞我的必杀一箭。 既然如此。 黑袍老者淡默道, 刘护法, 你将这消息, 传给青湖岛注点的人。 是。 那位刘护法, 立即应道, 逍遥宫前往大岩山的执法长老们, 全部死光。 这令逍遥宫高层也非常愤怒, 对那腾青山, 同样没好感。 黑袍老者继续道, 司空, 那凶手的样子, 你可还记得。 白眉男子皱眉思考了一下, 隐约记得, 他跟马锦啸是在昏暗烛光下彼此发现, 随后就发生激战, 仅仅片刻就因为腾青山插手, 马锦啸逃脱。 那种激战下, 加上周围环境昏暗, 白眉男子记忆的并不清晰。 敢这么嚣张, 连切数十刀, 杀我逍遥宫的人, 绝不能放过。 黑袍老者冷笑道, 司空, 赶快去找人, 将那凶手样子画出来, 之后, 在整个郡城给我搜。 客栈中, 腾青山早换了一身衣服, 躺在床上歇息。 碰, 碰, 敲门声响起。 谁? 腾青山起身。 秦渭兄, 是我。 马锦啸的声音响起, 腾青山走过去, 将房门打开。 此刻, 那马锦啸正领着那孩童谭鹤, 以及那位谭夫人。 快请进。 带的几人进来, 腾青山立即关门。 秦大说, 师父说了, 以后他亲自叫我刀法的。 谭鹤兴奋地说道, 腾青山笑着摸了摸谭鹤的脑袋, 随后看向马锦啸。 看来, 马兄弟你的事情已经解决了。 马锦啸脸上有着笑容, 嗯, 解决了。 恭喜。 腾青山笑道, 哼哼, 秦渭兄, 我来你这, 是请你做一件事。 马锦啸说道, 腾青山惊讶道, 请说, 秦渭兄, 应该在下午的时候, 已经去找过商队了吧。 准备明天一早, 离开这虎岳郡城。 马锦啸说道, 腾青山点头承认, 马锦啸继续说道, 那, 秦渭兄明天早晨离开的时候, 可否带着小鹤和他娘一起离开。 什么? 腾青山有些措手不及, 马锦啸笑道, 我只是让秦渭兄带他们出城。 你去宇州, 应该是从北城门走。 当你们沿着关道走上十里路的时候, 我会在路边等你。 到时候, 我接走他们母子俩。 哦, 行, 这是包在我身上。 腾青山点头, 那就谢谢秦渭兄了。 马锦啸感激地拱手, 腾青山笑着摸了摸弹贺的小脑袋。 我这个当大叔的帮助小鹤, 是应该的。 小鹤, 对吧? 小鹤脸上露出笑容。 嗯, 那就这样, 不打扰秦渭兄歇息了。 马锦啸很快, 带着那一对母子离开腾青山地方间。 腾青山关闭上房门, 脸上露出一丝笑容。 这马锦啸, 倒是谨慎。 估计是怕逍遥公在整个郡城追捕他, 腾青山朝北方看了一眼。 估计, 这马锦啸会连夜离开这虎跃郡郡城。 城墙的阻拦, 对先天强者根本没用。 卿尘。 腾青山牵着赤火马, 赤火马上坐着弹贺和他娘。 则则, 逍遥公道的动静还真大。 腾青山一眼就看到街道上, 有大量的兵卫在四处寻人看着, 为首的兵卫正手持着一幅画像。 秦大叔, 路上兵卫很多呢? 弹贺惊讶道, 腾青山笑着牵马, 悠闲地走着。 前往北城门的一路走下来, 腾青山发现, 每一条街道上都有着大量兵卫。 郡城街道一共也就那么多条。 而兵卫数量可多得很。 我归原宗的成卫军就有八万。 这逍遥公的成卫军肯定多得多, 即使派遣几万兵卫搜索整个郡城都能搜索各遍。 腾青山暗自感叹八大宗派的强大。 弹贺和他娘也不敢大声说话了。 他们也发现, 今天的郡城兵卫太多, 一个个都非常霸道。 秦大叔城门口兵卫也非常多呢。 弹贺紧张道。 一个个搜? 腾青山眉头一皱。 忽然, 腾青山看到不远处城墙上贴着一张大画像。 这画像面容, 腾青山却不认识。 这就是马景笑的画像。 腾青山暗笑, 这画像模样跟马景笑差得挺远, 只是脸形接近, 其他的完全不一样, 也对。 那白眉高手跟马景笑也只是短暂交手, 马景笑而后就离去。 那白眉记忆估计模糊, 找人画的画像不准确也不奇怪。 腾青山也为马景笑松一口气, 至少, 以后马景笑不必藏头缩尾。 是说, 我们请逍遥宫的人帮我们找腾青山, 可那些满大街搜人的兵卫们, 根本没帮我们认真找。 城门口边上站着几人正在小声说话, 其中一个年轻人不满地说道。 那老者说道, 算了, 那些都是逍遥宫的人, 我们不能强求。 嗯, 也对, 其实腾青山再不在这虎岳郡, 也还不一定呢。 那年轻人道, 老者摇头道, 想找这腾青山, 的确大海捞针斑难。 不过, 岛主既然严令下来, 我们就不能放过任何一个机会。 认真搜索吧, 我们人手少。 可四个城门, 都有我们数十号人。 那腾青山, 如果伪装潜逃, 时有八九事从城门走。 嗯, 那年轻人也点头。 腾青山听得一皱眉头, 这青湖岛, 还真阴魂不散。 其实也怪不得青湖岛。 如此大损失, 青湖岛放过他腾青山, 那才是怪事。 城门口排了长长的队伍。 你, 打开你的包裹。 那些城门口兵卫打扮得, 搜查极为严厉。 一个个人过去。 腾青山前面一人, 看样子也是商人, 马匹上正, 挂着两个大口袋。 那两个口袋都打开, 快。 兵卫呵斥道, 我这口袋内, 一看就不可能装人, 不必了吧。 那商人连取出点碎银子塞过去, 兄弟, 我这东西存放进去很麻烦呢, 再拿出来, 之后还要放进去, 没一盏茶功夫不行呢。 顿时, 在旁边监督的老者, 年轻人几人都看过来。 快打开, 别废话。 这些兵卫中, 有不少都是青湖岛的人, 他们此刻岂敢贪污放人。 毕竟想找到腾青山讯息太难, 难得, 逍遥宫说, 腾青山或许在虎岳俊俊城, 他们当然要拼命地搜。 那商人苦着脸, 只能到一旁解开两个大口袋, 那兵卫甚至于将口袋内地东西往外倒。 城门口兵卫很多, 还有人来检查腾青山。 你, 过来! 有兵卫喊道。 腾青山立即牵着马匹过去, 一口忧艳口音。 几位兄弟, 我这货物有些多, 帮帮忙。 还没等腾青山色银子, 那名兵卫便呵斥道, 别废话, 上面的女人孩子都给我下来。 把两个箱子都解开, 快! 腾青山只能故意苦着脸, 将马匹拉到一边。 小子, 你幽业那边呢? 那么老远, 还带老婆孩子跑? 那兵卫忽然开口, 有些怀疑看着腾青山。 腾青山一惊, 他是我说, 弹鹤开口道, 弹鹤的口音明显是青州扬州这一块的。 这是我大哥的孩子, 我们做生意的, 结交五湖四海啊。 这次, 顺便帮他接孩子, 也就顺到几百里路。 腾青山笑道, 那兵卫听到弹鹤的口音, 但莫点头, 同时喝道, 快, 打开两个箱子。 第十三章, 平安是福。 青州虎岳俊俊城, 北城门门口, 排起了长长的队伍, 因为搜索得太过仔细, 使得速度很慢。 在城门口边上, 腾青山正被其中一个兵卫盯着。 腾青山闷哼一声, 双臂猛地用力, 才将两个箱子从马背上弄下, 随后框。 框? 两声放在地上, 腾青山无奈一笑, 我这箱子太重。 说着, 腾青山也将其中一个箱子箱盖打开, 露出里面摆放整整齐齐的一个个茶砖。 嗯? 那兵卫看见是茶砖, 眉头也是一皱。 这里面都是茶砖, 弄出来很麻烦。 再装进去, 更麻烦。 兄弟帮帮忙, 我也就讨个饭吃。 腾青山连说道, 兵卫看了一眼远处监督站着的几人, 便横下心。 闭嘴! 兵卫对着腾青山喝道, 快, 将两个箱子都给我倒出来。 全倒出来? 腾青山一瞪眼, 兵卫脸色冰冷, 你这箱子表面是茶砖, 谁知道, 你这箱子下面是什么? 快, 全倒出来! 否则, 也请你去牢狱过上几天。 我倒, 我倒。 腾青山连搬起一个箱子, 呼的, 就将箱子倒着朝下。 不过这箱子口是靠着地面, 腾青山嘴里还说着, 兄弟啊, 我这全倒下来, 费时间不说, 这么多茶砖, 怕是要跌散了不少啊。 腾青山一副小心翼翼的样子, 慢慢抖动箱子, 将茶砖全部倒出来。 框! 空的箱子放在一边, 那兵卫立即看那空箱子和茶砖, 同时喝道, 另外一个也快点。 行, 行, 腾青山打开第二个箱子, 箱子正中有一个衣箱, 别人不知道, 腾青山可清楚, 要命的东西就在这衣箱里。 无论是轮回枪, 还是开山神府, 都是自己必须带得。 一把搬起那箱子, 花花大量茶砖和那衣箱一同倾倒下来, 腾青山非常勤快地也将衣箱打开, 衣箱内也就一些衣服等杂物。 兵卫看了看, 将堆成一堆的茶砖, 也推到一旁, 唯恐下面藏着开山神府, 轮回枪。 对于衣箱, 他也只是用兵器拨弄了一下, 倒是没察觉。 那女人, 背的大包裹, 拿过来。 兵卫忽然转头盯着谭夫人喝道, 正拉着小谭喝手的谭夫人一惊, 我? 每一个人都要检查。 兵卫冷声喝道, 谭夫人只能无奈将身上的包裹解下。 兄弟, 我这茶砖可以装了吧? 腾青山苦着脸道, 兵卫也理解眼前伤人的苦闷, 那么多茶砖装进去的确是个麻烦事, 他也就随意查探一下谭夫人的包裹, 同时说道, 嗯, 快点将茶砖都装好, 早点装好早点走, 别堵在城门口碍事。 检查完, 这兵卫便又去检查其他人, 只剩下腾青山辛苦地将茶砖朝两个箱子里面装。 秦大叔, 我帮你。 小谭喝也帮忙装, 那谭夫人也连赶过来。 八百茶砖, 虽然之前腾青山小心翼翼倒, 却也跌坏了十几个, 这跌得散开的茶砖, 其实照样泡茶喝。 三人一起忙, 片刻便将两个箱子完全装满了。 腾青山又将衣箱朝大箱子里一放, 将两箱子搭在赤火码上。 我们走。 腾青山带着谭夫人母子朝城门外走去, 此刻倒是没人拦了。 从城门内到城门外, 不过十余丈距离, 却让腾青山很是舒畅。 总算出来了。 腾青山脸上有着一丝笑容, 刚才, 若是被发现, 我恐怕就得第一时间带着衣箱, 小谭赫和他娘, 迅速逃离了。 以腾青山的力量, 谭夫人母子他带着也没什么影响。 以城门口兵位实力, 腾青山完全能轻易闯出去。 可是真的要闯, 后果是很严重的。 首先身份暴露, 其次, 谭夫人母子也可能遭受无望之灾。 周老。 腾青山已经看到城门口的商队, 笑着喊道。 哦, 秦威兄弟, 那站在商队前面的, 穿着厚皮袍, 戴着皮帽的身体壮瘦老者, 连热情打招呼。 今天逍遥宫要抓某个人, 全城搜索, 连出城都这么麻烦。 特别是我们商人, 秦威兄弟, 也吃苦了吧。 可不是, 腾青山摇头无奈道, 两箱货物, 全部要倒出来。 等最后装的时候, 就要自己装了。 你还好, 就两箱。 我们胡适商行本身的货物, 可是足足食货车。 那些护卫一个个铁了心, 都不给我们面子, 将我们整整食车货, 全部倒出来。 这商队领队周老, 显得很是气氛。 那么多护卫, 商人, 一起装货, 都忙了好一会儿。 周老忽然看到, 城门口又有商人走来。 秦威兄弟, 我不和你聊了, 我去接人。 周老你忙。 腾青山带着人, 便进入这商队。 这商队主要是胡适商行主持的, 还有诸多, 闲散商人入伙。 闲散商人们也有不少带有护卫, 加上付出佣金, 再雇佣护卫团队。 这样加起来, 会令整个商队变得更加强大, 护卫数量会很多。 近半个时辰, 所有商人在此地集结完。 好了, 人齐了, 我们商队这次最后到的一城, 是宇州王城, 宇城。 现在, 出发! 随着商队领队一声大喊, 整个商队便浩浩荡荡出发了。 这次商队, 本身商人就有近三百号人, 护卫更是超过五百号人。 八百人的商队! 可比腾青山上一次入火的商队, 要大得多。 滴答! 滴答! 腾青山的赤火马, 悠闲地溜达着, 因为有货车, 所以商队速度不可能太快。 上午时分, 关道上还有着未融化的积雪, 也使得气温很低。 逍遥山! 腾青山摇看眼前的山脉, 逍遥山就在虎岳郡北城门外树离远, 刚出城就能清晰看到。 这逍遥山的范围, 比之大岩山要略小, 大概二三十里方圆。 可是, 因为景色优美, 被逍遥宫开山祖师选为开宗立派之地。 不断前进, 小半个时辰后, 那马景笑, 可是说了, 出城门后十里远。 腾青山仔细看着周围, 我出城以来, 也差不多有十里地了。 而被腾青山安排, 坐在货车上的谭夫人母子, 也同样注意着周围。 片刻, 腾青山目光锁定, 那穿着土棉袄, 戴着破帽子, 蹲在关道边上填梗地的一个农民, 因为低着头, 那破帽子将那农民脸都挡住大半, 散乱头发下的眼睛, 时而朝这里瞥来。 小赫, 谭夫人, 过来。 腾青山立即御马到关道边, 谭赫和谭夫人, 也知道在十里地处, 马景笑会等。 他们也看到这个破农民, 也在怀疑着呢, 听到腾青山喊话, 连跑过来。 秦威兄弟, 旁边商人们喊道, 有事? 小事, 不必等我, 我过会儿, 就赶上了。 腾青山喊道, 那些商人们也看见腾青山的马匹是赤火马, 跑起来可比商队快得多, 商队也就没单独, 为腾青山一人停, 依旧前进着。 呼! 那蹲在田上的农民站起来, 连走过来。 师父! 小谭赫顿时看清了来人, 连激动地跑过去。 马景笑也笑着一把抱起了小谭赫。 马景笑抱着孩子走过来, 笑看着腾青山, 秦威兄弟, 这次, 真是多谢你了。 你打扮成这样, 我可差点没认出来。 腾青山感叹道, 哈哈, 我本来也就是一山名。 马景笑笑道, 这次出城, 没遇到麻烦吧。 腾青山摇头道, 没什么大麻烦, 就是城内在抓捕某个人, 各个街道都有兵卫, 城门口也都是兵卫在搜。 被马景笑抱住的小谭赫也连道, 嗯, 秦大叔的货香都被兵卫弄得全部倒出来呢。 看来抓得还真眼, 马景笑心中不由有着一丝担忧。 你们看到逍遥宫要抓的人头像了吗? 马景笑盯着腾青山, 看到了, 腾青山笑着道, 马兄, 你昨晚急急忙忙走, 我还以为你惹了大祸, 让逍遥宫追杀呢。 不过头像一看, 跟你一点不像, 看来是我猜错了。 马景笑露出一丝笑容, 我昨天的确惹了些麻烦, 所以连夜离开。 不过, 我还不至于去惹逍遥宫。 马景笑也发现自己徒弟小谭赫和谭夫人 都没任何惊奇样子, 显然, 那头像肯定不像他。 马景笑心底可是长松一口气, 马兄, 以后你准备干什么? 腾青山问道, 我? 马景笑环顾周围山脉, 田店, 摇头笑道, 我准备带小鹤回我老家马家庄, 也可以教导我, 马是宗族之人。 如果不出意外, 我下大半辈子就待在马家庄了, 在外面太久了, 不想再跑远了。 秦威兄, 马家庄就在这北边三十里处, 你在那打听一下, 就知道了, 如果什么时候想找我, 想看看小鹤了, 尽管去哪儿。 马景笑笑道, 秦大叔, 你以后可一定要来。 小谭鹤也连道, 腾青山笑着摸了一下小谭鹤脑袋, 点头道, 放心, 等你大叔忙完自己的事, 若有机会, 一定会去的。 那秦威兄, 你赶路吧。 我就带小鹤和谭夫人, 先回马家庄了。 马景笑和腾青山告别, 便带着这一对母子, 沿着乡间小路走了。 看着马景笑三人的背影, 腾青山脸上露出笑容。 下大半辈子, 都待在马家庄。 一个先天强者, 还不足四十岁, 就甘心待在家乡, 教导族人, 保护族人, 过宁静, 平安的生活。 腾青山心底, 其实也被马景笑的决定给触动了, 平安是福。 如果自己能和家人们过平静生活, 自己也会满足吧。 不过, 我的路和马景笑不同。 我和青湖岛, 注定, 必须有一个负面。 腾青山跳上赤火马, 驾! 赤火马立即撒开四天, 朝前面商队追过去。